我執行了 不要動 掉下去 不要動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在爆 另外一個 特槍實彈衝入工廠 製毒嫌犯驚慌亂窜 有些打算從後門溜走 全被一個個抓回來 工廠內機器持續運作 裡頭全是安非他命原料 調查局一舉破獲大型製毒廠 有這樣的成果 可是跟監了好幾個月 門口還有一個車身 已經接近了護車 待在車上 用無線電和同仁對話 發現可疑車輛 保持安全距離 小心翼翼跟在後頭 車內嫌犯一共有多少人 擁有多少武器 都是未知數 每次要在攻堅的時候 經常會發生危險 我們同仁被車撞的 或者被門夾到的 或者這種的那種 傷心不太不太 你罵了 你打什麼 上次用手機撕一腳 是 不能 開始 快 我問你這是什麼 這兩個什麼人 你想多了 這麼怕 就別看那個 和毒品嫌犯周旋斗志 調查局砌毒工作就像這樣 每一步都得步步為營 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出任務總是危機重重 調查局民國96年 設立毒品防治處 針對大型製毒廠和走私毒品 積極打擊毒品犯罪 讓近年來 國內製毒工廠數量逐年递減 但狡猾毒販卻利用海關 將毒品從國外夾帶入金 這些人都就在澳洲被抓了以後 澳洲把相關資料提供過 我們會說為什麼會有 這麼多這些台灣的一些年輕人 甚至一些無窟的帥子 只是說到區場 我就行李很多 帶不下你幫我帶件行李過去 結果你們就有殘渣的 阿菲特命 台灣毒品在國內 市場需求持續擴大 絕大多數都從國外走私來台 其中大陸震的比例 高達79.09% 為了有效杜絕毒品走私進口 調查局今年成功攔截 松子製毒集團 這瓶毒品原料從大陸運往緬甸山區 開設安非他命工廠 打算大量將毒品銷往台灣 和東南亞地區 調查局透過情資交流 七月就在善邦南部 攔截2萬多公斤毒品原料 我們台灣的毒品大概有90% 是自境外走私進來的 因此站在我們來講 是我們的一個企圖的基本原則 叫做劇毒於境外 不顧自身安全指導毒窟 調查員從接獲線報 到監聽跟監等待最佳時機 破獲一座座大型製毒工廠 遏止毒品 持續氾濫 記者劉志展 溫思涵 台北報導 到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